109年全民运动会已经进入倒数的32天 为了打造全国最优质的运动场馆 提供全国来到花莲参赛选手和民众 一个舒适美观的环境 花莲县政府相关局处室 也展开了各项事前筹备工作 各场馆修缮整件的作业已经陆续完成 未来将会有更完备标准的比赛场地提供给大家 让大家都能够拥有最优质的赛事体验 因应全民运的赛事 目前修上完工场馆 包括动画大学美轮校区体育馆 动画副小体育馆 花莲高中体育馆 花莲女中体育馆 花莲高农体育馆 花莲高工体育馆 花莲高厢体育馆 民国小公园中心 志强国中体育馆 美轮田径场等等 区域场馆也在尽情陆续完工 期盼为来能够争取更多全国赛事在花莲举行 让全国相信能够看到花莲健全的体育发展 期盼许中会相当重视这次全民运运动 更成立全民运动会筹备处 规划各项赛事筹备工作 而在各比赛场馆修缮作业 目前经按照定期完工 将会在全民运完成相关作业 让场馆以展现的面貌 迎接今年的全民运赛事 1090年度全民运动会 即将在10月17号在花莲成达登场 会是否已经积极筹备规划 从硬体软体设备完善运动场馆 以及全新方法呈现 让全台湾运动好手拥有最优质的赛事体验 更欢迎喜爱运动的游客造访花莲旅游 观赛之余也能够享受 每次到东大门夜市走一走 大口呼吸体验花莲大山大海之美 记得终于观众会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